平时每周二周四的远距客服时间 山上的孩子会开心的守在电脑前 一开机就能见到远方的老师 这一刻不仅是他们学习的重要时刻 更是与电脑前的知己心灵相通的美丽时光 从三月开始相约 直到半年后由中华电信公司安排 让电脑前的影像可以出现在眼前 用视讯可以跟老师沟通 老师教我们的东西也很多 会对我们课业有帮助这样 就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直接大叫他的名字 就大叫我孩子的名字这样 对 就很开心 然后就看终于不是网友关系了 终于是那个就是面对面的那种关系 这群来自南台湾山林大爱园区 以及爱聊学习中心 曾遭受莫拉克台风侵扰的孩子 在学习的日子里 有中华电信安排远距客服教学服务 透过相见欢活动让孩子有机会上台北走走逛逛 因为大家都很期待 已经期待很久了 像爱聊的小朋友有些delay三次的 就是从他开始上这个课 然后就是遇到台风 delay一次 遇到两个学习都delay到这第三次才上来 所以他们都一直心情都是非常愉快 莫拉克风灾过后两年 当创伤的记忆逐渐被时空推移 但中华电信持续在看不到的灾区角落 建制了一扇让孩子看见外界的视窗 提供网路宽屏 电脑设备 数位学习的远距课程辅导内容 串起一条带着灾区孩子成长茁壮的生命线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把钱花在交易 将来我们必须花更多的钱在建议上面 所以中华电信在巴巴水灾之后 我们在前省隔地大概十个祭典 我们就以当地的团委会社区委员会 来办理这种的演技客服 那今天的演技客服的活动是其中的一项 因为我们中华电信是以网路来取代马路 孩子辛苦的从高雄到台北走了360公里路 他们兴奋的背起行囊 和担任客服的大学生老师在台北相见 逛市立动物园联络感情 大学生老师还细心的写上卡片 祝福这群孩子 玉晨 玉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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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见面虽然只有短短两天的时间 但是远距客服转为亲密接触 让孩子增加了视野 也懂得更喜福感恩 在大合照留念下 离情一一的与大哥哥大姐姐告别 你说他们会什么啊 不要特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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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 大家相约 在客服的网路时间 一起怀念这美好的回忆 大家相约 有没有人要信命 我们大家相约 我们要带大家 我们要带大家 我们要带大家